他开放了香港电影全新的武侠时代 东方不败的经验脱俗 林平侠有另一面 在某方面来讲他挺男性 轻狂不羁的京士才子 侠就是你能够拿了几方的侠 4月1号张作荣走了那天 上午的时候还在跟你讨论工作 他的武侠乱世中定谐相争 爱恨中情志动人 他风格兴起手法大胆 他用诡异齐绝的想象力 弥补了华语男类型片的缺失 至少有些人做些事情 这些有些人就是我 他用丸童的思维建筑成员世界的童话 导演时刻学新作《敌人学之神都龙王》 作客首席夜话 为您讲述一个东方造梦者的故事 接下来让我们热烈的赏声 来请出了不起的导演 许克 之前您来我们今天节目之前 有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吗 有啊有啊有啊 到目前为止的感受是什么 感受啊 我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这个布局很漂亮 也看到很多观众嘛 他们的有时候在节目里面提的问题啊 讲的话我都觉得很有趣 今天可以感受到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 夜话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快问快答 接下来徐道请听题 第一题 请问合作过的演员当中谁最让你印象深刻 龙金宝 原因是什么 发现她的很多本事 她武功也好 演技也好 特别她煮东西特别好吃 而且人很好 请问在你自己创作的角色里面最让你心动的女性形象是 张曼玉 张曼玉是演的那个龙门客栈里面 冰香玉 冰香玉 哦你是喜欢这种泼辣女人 呃这是张曼玉本人不是这样的 张曼玉本人是比较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物 她的性格很不一样 请问现阶段你最欣赏的华语导演是 挺多的 提两位吧 一位是李安 一位是王家卫 比如说李安嘛 她常常我问她 你拍的题材都是很特别啊 比如说段贝山 这个题材我看完之后 我说哎呀 你怎么选这个题材来拍呢 少年拍也就是那么容易拍得到的题材 我觉得她拍得出来 而且给共认成一个很好的作品的话 这个不容易 那王家卫来讲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 因为我真的没想到电影圈可以有一个导演可以拍几年的这个作品 而仍然是有这么多人支持她 这点上我好像在历史历史里面找不到一个很同一样的人 你的哪部电影让你赚得最多 这个没概念 应该是龙门飞甲吧 请问你的哪部电影让你的挫败感会最大 也很多 如果举一个例子应该是我第一部电影 当时我在放那个谍变的时候 我跟观众一起看 就感觉他旁边讲的话我都听得见 而且我深刻印象 当观众跟你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他把看你的电影的时候 他的心态都讲出来 完全是我当时想拍的电影的后面的整个意图是不一样 后来才一步步的学习怎么样去把我的自己电影 跟观众的关系怎么建立起来 近期你最喜欢的内地的一部电影是 中国红和人 谁呢 因为陈葛兴是我一个认识很久的导演 无论在他的作品里面的内容跟他的各方面都好 都证明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导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鬼才导演徐克活跃在香港电影界 他用天马行风的想象力和剑走天风的浪漫激情 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时空的奇幻古侠世界 身下风云出我眉 一入江湖岁月 在这个险象环深的世界中 徐克不断地享受着他的人生预言 不停地创造着威力的视觉奇幻 也把诸多或齐齐如鸣 或低潮落负的人 送上了国际金线的景区旁边 有很多原来就是大家可能并没有那么熟知的人 是经过你的这个片子里面呢 然后才出来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第一个 非常重大的命题是 在选演员的时候 你的眼光到底会有多怪 我们第一个先要来讨论的是张曼玉 当时在你把张曼玉给挖掘出来之前 只是一个港姐 很多人就说她是一个很漂亮的花瓶 但是没有想到她居然能够去演那个金香玉的这个角色 当时你为什么会去想到把她给挖出来 其实在平时我们社交的这个活动里面 就看到张曼玉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 很放得开 而且很喜欢开玩笑 当时就很希望把她好玩的理念拿出来 就演这个金香玉 八月十五秒门开 哪来的蜡烛啊 当时我就跟她讲说 金香玉这个人物啊 跟别的女性爵士不太一样 一个是她贪钱 第二个我觉得也很少看到一些女演员在电影里面演 一些爵士是好色的 金香玉是好色的 她是真的好色 真的好色 所以因此来讲说 你能够演出好色贪钱的两个点的话 金香玉你就成功了 老娘钱也要 人也要 吓着你了 觉得她能够把这个演出来 全是矿子的个人努力吗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有很大成分 具备着一种高超的潜能 可以把她的灵魂深处的那种潜质给激发出 没有这么深奥吧 我觉得演员还是要靠她本身相信这个人物 跟她用她的一些感受解读导演对她的要求 那后来就是演金香玉这个角色子 价值成功了以后 后来为什么您会想到让她去演那个 小青 对对对 也是另一个挑战 因为也是一个比较难拿捏的一个结设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一个 变相很基本原始 这个动物的一些兽性的一个状态 在白树珍怎么去羡慕人是一个最高的灵性的东西 在一个物体的时候 她本身就很不了解这个状态 是模仿去她的白树珍所有一些的事情 她是一个基本上对人的世界完全没有经验的 而且她去引诱发海 这点像在我们的传统的民间故事里面是没有的 同一个尝试的角度来讲 对张曼怡我说你能够做到 这些都有说服力的话 这是这个戏里面对你来挑战 你是做得到的 新相遇的风情万种 让所有人印象深刻 张曼怡因此摆住了之前的花篇形象 成功近身演技派 我要不愿意 一百把刀架到我脖子下 我都不长 而新罗名特战中 另一个重要角色扮演者林青霞 也是在实附的表演下 编辑以往既定形象 成功创造出电影史上 另一个经典形象 东方不败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张曼怡 你把这个挖掘出来 林青霞在之前 他可能是在台湾演了很多 琼瑶剧的这个 柔如若若的这种 小白兔 小绵羊的这种角色 那你是为什么会想到 把他给抓出来 让他演东方不败 其实因为当时我拍树山 天霞传的时候 把林青霞演一个仙女 在失装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了 林青霞有另一面 在某方面来讲 他挺男性的 有男性化的一面 有男性的一面 这个男性化的一面 你是指的他的形象造型上 还是说他的性格上 性格上 我当时就想起东方不败 如果东方不败 不是用男人来装扮 一个爵士的一个方法 来做的话 找一个外形很好的 一个女演员来演 这个东方不败的话 我觉得效果很不一样 我就尝试一下 把林青霞 从一个女性的演员 演一个男性的角色 听到这个邀请以后 他很兴奋吗 当时 我觉得他当时 概念性 可能他想的 跟我想的 大概不一样 我觉得最重点一点是 拍拍完剧本写出来 他演的时候 拍到第三天 我就跟他讲 我说 将来你的声音 是个男人的声音 他当时就 我觉得他反应是 起义了一点 可是他还是 突然间就说 好 那你让我听听 到底这个男人声音 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选 已经选好了 在没拍之前 我已经选好一个声音 是配他的 葵花在手 江山 我有 就让他听着声音 他听完就说 好 就没事了 可是我当时是 实在我有点担心 因为把男的声音 配到他的脸上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演员 不容易接受 比如说我们去 说服个 现在的女演员来讲 我真的不知道 多少个愿意 接受这个点 那么话如果说回来讲 如果当初不是 林青霞演这个角色 如果有可能是 另外的人来演了 你觉得 我没有想过 我有个毛病 当我想好了 一个演员 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不演的话 我这个剧本 可能就不拍了 我举几个例子 梁祝 梁祝当时 因为我觉得 找不到朱英台 也找不到 这个梁山伯 那个剧本 我放了好久 直到 见到杨采妮的时候 我说 有可能 他可以演 朱英台 当时就因为 跟他不认识 所以我就 找制片 约他出来 在公司 做造型 我们也没有告诉 他演什么 他当时造的形 不是古装 原因是因为 不想告诉别人 说我在不被拍 这个梁山伯 因为如果杨采妮 造型出来 我觉得不太好的话 那个剧本 还放在一边很久 结果试了装 之后 我觉得可以接受 然后才找 梁山伯 当时就找到吴启荣 这事情就做出来了 一部东方不败 让本玉吸引结婚的林青霞 演艺生命 延长了至少十年 而一部《倩女幽魂》 更创造出了电影史上 最飘逸动人的 女鬼形象 我不会害你 你是 你叫我怎么相信 徐克究竟为什么 会选择王祖贤 来演小倩 张国荣又是如何 凭借《倩女幽魂》 摆脱之前的演艺困境 4月1号张国荣 走了那天 上午的时候 还在跟你讨论工作 徐克东方藏上者 正在讲述 一开始 被选名单上 是没有王祖贤的 那你又怎么会去 把王祖贤抓来 让他来 他是自己 送上来 推荐自己 他怎么 他为什么要推荐自己 因为我跟他合作了 一部叫《打工皇帝》 那时候他是 李一号 就是之后 合作完之后 就筹备倩女幽魂 当时就想说 要找 到处找吧 就是 希望有些 找到一些演员 基本上是可以 给我们一种 小倩的感觉 王祖贤一直知道 我在 做这个事情 后来 我找了好久 没找到 这基本可能 就会放在一边 不拍了 后来他说 推荐他自己来 试镜 那我们当时 是做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是 让他穿成古装 看是感觉 古装的感觉 第二个事情是 他穿完古装的衣服之后 演员是 像是什么样子 后来发觉 他一个打篮球 当时我讲到下巴 说你穿一古装 走起路来 想踢足球 这样子 把这个裙 踢得一套糊涂 最后一试一下 我们就找一个老师 教他用 学一些中国的舞蹈 学一些中国的 武装的一些动作 这样子 这样后来 结果是 觉得是可以的 就用他做小情 这样子 想起王祖贤 张国荣也是 觉得张国荣有一个 很古装的脸 而且我觉得 他演 《凝产神兽》 他会演出 另一种感觉出来 他演完 《英雄本色》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我下部电影 我希望你能演一个 古装人物 就是《凌产神》 《千里有本》 他说古装我不演 因为他演过两部古装 都失败了 他的经验 觉得很不愉快 所以他就拒绝演这个古装 我慢慢去说服他 他后来才是 让他尝试一下 张国荣如果前面 演了两部古装片 都不愉快 你游说他 他讲了一下子 他就愿意听你的 因为当时我跟他 这个常常聊天 活动 一些 平时生活也常常会见面 因为他家跟我家住得很近 常常晚上溜狗 都看到他在街上溜狗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其实这个古装 不像别的古装 他不是一个演 什么大侠 也什么一个 他本来就是一个人 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遇到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故事 这样子 就也千里有关 结果还是成功 把两个人摆在一起 这也经过一个过程 张军 快 快回到吉他里面去啊 蔡军 我走了 我不能再见到你 小军 你好像对张国荣有一个评价 是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艺人 我觉得他可塑性很高 而且他很多方面都可以尝试 其实我为他写的剧本 没拍的放在一边 有两个 我觉得其实很可惜 我有听到一件事情 第一次听说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震惊的 就是4月1号张国荣走的那天 据说上午的时候 还在跟你讨论工作 我是约了他 其实约了是 大概是8点钟嘛 准备出门 听到他的新闻 我当时很震惊 当时很多记者 打电话来问我 有什么话说吗 我说真的 我没想到什么话被说 我还不相信这个事情 过了好几天之后 我还是不相信这个事情发生 那段时间里面 很多我们谈的内容 人生的一些体验方面 对我来讲往后 很值得考虑到 很多很多一些感受 你自己个人的抗压力怎么样 任何事情发生都是跟你 人生后来变成是什么状况有关的 常常是当我有一个不愉快的经验的时候 我是把它当成剧本来写 有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现在我们看到过的东西 有这里面的缩影有吗 很多一些东西都隐藏在普通的作品里面 藏得很深嘛 我回去要好好的 藏得很深 藏得很深 都是因为在我们在事业里面 在社交圈景里面 常常遇上一些很个人的一些体验的话 都介绍到人的问题 所以还不能够讲出来 讲出来就太明显了 我觉得去做个剧本其实很天马行空 什么都可以 徐克以他古怪的识人眼光 成功捧红诸多国际阴线影星 而他自己也在八九十年代 香港电影的多个领域开天批地 他的作品几乎占据了香港电影 黄金时代及一半的经典电影 他代表了商业和艺术并存的电影类型 代表了香港的新浪潮运动 更深深影响着同一时代的内地人 关于徐岛在过去这些年 对于内地的观众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请来了徐岛的一位乌密友 也是已拍武侠现场 接下来我们把徐岛的这位好朋友请上来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 有请马中俊老师 马中俊 词文传门集团董事长 国家一级编制 代表作品《七戒》 射雕英雄传 新版西游记 教授问你为什么喜欢他们 除了他的有才华以外 徐岛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导演 我看过他很多 现在还没拍的一些剧本 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想象力 和一些想法 跟一般的导演不一样 他精力旺盛 不要睡觉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那个做期间的时候 我们约了四组编剧 每一组的编剧跟谈 但是他有轮椅的 就转了 转到过去以后 跟这一组编剧谈 谈怎么修改 怎么做 讲一个半小时 然后又转到那边去了 这一组编剧就可以去睡觉了 然后到那边讲完以后 一个半小时 两小时 那个讲完整整一夜 然后早上呢 他回香港 他那边有个拍一个广告 还拍个什么 还拍片子 然后晚上再过来再谈 你有吃什么十全大补丸 比较高级的 没有 其实我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十几岁就开始 就睡不着觉 是生理性的失眠 失眠 而且也看医生 也吃安眠药睡觉 后来一气之下 就药也不吃了 自己有点担心 这个事情会过了一个时间 年纪大的话 会不会有问题 现在暂时还没问题 后来就一直没问题 所以后来我说 当然咱就是到一定的时间 我就走了 我不能跟他在一起 不能再陪他了 你说你说不了 说不了 我觉得几天不睡觉 这种可能性大家都有 一个月就这么 不能和你玩 和你玩 做了一下 很恐怖 我们专门做了一些题目 然后在网络上面 有一些调查 让我们先来看 今天的第一道题目 在你的作品当中 内地观众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是一个木克城 老马你觉得呢 我个人自己喜欢 新龙门客栈 但是我觉得可能 大家喜欢的是黄飞红吧 我们来看看 今天几位观察团的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 你的见解是什么 阿诺 个人觉得应该是黄飞红 你也觉得是黄飞红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布票吧 在香港是划时代的 就之前的公布票不这么谈 那你为什么认为 是新龙门客栈 他们俩都认为是黄飞红 我的印象里面 很多人都提新龙门客栈 没人提黄飞红 他的问的是专业人士 我说的是年轻人 我们来看看内地观众 真正最喜欢的哪一部 这是网络调查下来看 哪个比例最高 还是黄飞红 还是你对于内地观众的口味 比较了解一些 我比他认识的内地人多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 下列歌曲分别是徐克 哪部电影的主题曲 请现场的观众 听到歌曲以后 一起来回答 来先放第一首 有人能猜得出来吗 什么 笑话相哭啊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来 第二首 第二首 没唱你猜得出来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第三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 所以我一听到那个旋律 我就知道这是那首歌了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的 所有的作曲都是非常的经典的 所以不用猜应该是青蛇的 来看看是不是青蛇 你是喜欢这部电影 还是喜欢那条青蛇 我喜欢两个女主角吧 来 听最后一首 这个我都知道 这个音乐吧 就是比较严重 感觉气死了 包括这些 像很多单位唱 做广播特超的时候 所有的保险公司 营销公司 特大会的时候 最后立志就唱这个歌 来 接下来答案 来 黄飞鸿 这四首曲子 除了好像刚才青蛇的反应 稍微弱了一点点以外 其他三首都差不多 我想请教一下现场的观众 大多数人最喜欢哪一首 女人喜欢千女幽魂的多 男人喜欢黄飞鸿的多 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都喜欢 其实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提这个歌都提起黄瞻 黄瞻 写这个歌的过程都有很不一样的 我跟他合作的过程的经验 千女幽魂是第一次跟他合作的 当时里面很多作曲的过程 是他放下了公司的工作 跑来我们关了七天 在一个棚里面 你和他一起 两个 对 你也会写曲的 不会 我会说好 我会讲这个 然后青蛇是当时是王瞻突破 所以我要把所有音乐都写成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里面有一首歌 是他把佛经天龙八部写进去了 当时的青蛇音乐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 那王飞红是另一个事情 王飞红是因为 我从小到大都看王飞红电影的这个系列 后来我跟王瞻说 我想把王飞红这个人物 在荧幕上再重现 可是王飞红里面有个首歌张军令 我说怎么样把它变成主题曲 因为张军令其实只有一个音 就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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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就很难编出一首歌出来 后来结果他又编出来 你平心而落 香港的武侠片 你觉得为什么会拍的比较好看 因为我觉得可能跟香港地方小 人少 经费也少 大量拍的蓬戏 所以要靠人物 靠故事 靠想象力 所以他就拍的好 那内地跟他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钱多 比人少 地大 并博 所以我们就美景拍的比他们多 所以在刻画这种人物关系和情节上 反而被削弱了 观察团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 你的见解是什么 阿诺 我觉得香港电影它的类型片就是武侠 类型片是比较成熟的 因为它是从少时开始 就已经开始做武侠片 然后包括渠岛八十年代以后 鼠山之类的 还有蝶变 其实都在翻新它 但是内地呢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做的片子 大多都是就是福龙镇 它的类型片是很少去直接 花那么大力量去研究去做的 他说的是时间早晚和经验早晚的问题 你刚才的观点是因为 一个钱多一个钱少 所以大家的用心点的点位就不一样 这么说吧 因为像我们这些人过去早年的经历 就是前苏联文学 十九世纪批判现实的文学 这也就是滋养 做这种商业类型片 基本上这些人才是非常缺的 到现在为止 说到中国的电影的导演或者制作人 在走商业的这个路线的时候 是在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在学 其中就有很多香港的老师在知道 香港电影给大陆观众留下的第一印象 是录像带 吴宇森的英雄片 王晶的赌片 许冠文高志森的社会喜剧片 刘正伟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 徐克的新派武侠 袁和平的现代功夫 成龙的警察系列 这一时期香港年产影片三百余播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可是逐渐香港电影在九十年代中后期 逐渐漠落 本土电影市场持续低迷 东南亚的市场又伦姓 直到开放的内地电影市场 给了香港电影一颗救命大套 2010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 票房突破了一百亿人 票房前十名中五部处于香港电影人手 其中时刻导演的敌人节之通天帝国 票房逼近三亿人 如今与内地电影协同出品和拍片 已成为近年香港电影产业的主流发展趋势 那么从北上内地到共创辉煌 香港电影经历了哪些人间冷暖 以徐克为代表的电影人 又是否有过拔剑四顾 心茫然的阶段呢 非常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是 当初一开始从香港转站北京的时候 是否一开始曾经遭遇过一些水土不服 有没有过一些不适应 我没有这个感觉 当我可以进来道路拍戏的时候 我觉得太好了 因为这里的景色 这里的很多这个条件都比香港强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王飞鸿拍个火车 香港没有旧火车 我们都是用模型拍的 讲一个旧的区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没得选择 必须要到邵氏片场去 而邵氏片场那个景本身 已经是用了很多次 我觉得创作者要找的是 我们可以分享的一些 共同的一些有兴趣的地方 那我举李安嘛 他除了拍了几部华语电影之后 他都是拍英语电影 意大利导演啊 叫贝托洛奇 拍了末代皇帝 其实他要证明一点 是作为一个导演 还是在一个世界上的影坛上 呈现他的能力 去讲一个故事 给世界的观众 这是首要的 你自己的那么多的作品里面 你自己有去演过一个角色吗 也挺多的 比如说在苏山剑侠传里面 我演一个冰 最后跟红金宝打 最近一部陶姐我也演了 你在陶姐里面也有演 你是我演我自己 做成演戏啊 你的戏好 他不当演员就浪费了 喂 你说是不是 我戏不好 我怎么骗老板多加5%啊 我不是演戏 其实你不明白当导演也很苦命啊 拍电影跟生孩子一样啊 最重要是守住自己的底线 要不然生出来变生化人了 你自己觉得你做演员好吗 我很怕 我自己感觉 每次看到我自己在荧幕出现 我觉得好像导演跑进附近了 难能够把自己的心理放得下 说不要照顾现场的机器啊 灯光啊 现在我只要看你们的机器走来走去啊 就是有这一个习惯 就常常就叫职业病嘛 那我做演员的时候啊 觉得比导演舒服很多 轻松 就做的 没那么多压力 聊天啊 做这些事情 吃东西啊 做一些其实是跟拍戏无关的东西都可以 可是导演不行 导演做的你就传承要集中 然后制片一直在跟你讲说啊 还有两天就这个场戏要拍完了 要不然就超知了 对对对 没钱了 赶紧快快快快 然后演员有时候就演不到一些镜头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怎么样去让我们这个演员做得到 演员对你的信任 所有工作人员对你的关系都打得很好的话 这点上作为演员 可能考虑的点没有那么多 好 我想接下来可能我们的媒体观察团的朋友有很多问题 要来跟您来请教 小青 徐导您好 我意识里的江湖有两个特质 第一个是它要有和庙堂秩序完全相悖的一套江湖秩序 第二个是一定要有侠 就是要有那些特立独行的人 您之前的英雄本色 新龙门客栈 包括校江湖都满足了我所有的这些想象 所以我很想问您在后来的作品中 还在不在追求这样的江湖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武侠迷 好像很难再找到那个江湖 那些特立独行的人 我回答的这个问题是 狭就是你能够拿几方的狭 而且能够面对一些应该要面对的一些责任 跟自己的一个能力做得到解决问题一个必然的一个态度 我们的世界里面之所以有希望 也许就有一些人可以改变一些我们不满的一个状况 表现的方法跟也是表现的程度 跟表现的一些这个题材方面 也许跟过去不一样 可是还是朝着这个路来走 来 郭宇浩 您好 我想先说一下 在我心里啊 是有三位是华语导演是 在我心里是无法被超越的 一位就是您许导 还有一位是您的两位好友 是王家卫导演和那个李安导演 因为我觉得这三位导演呢 在拍摄的电影都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哪怕说是光看一个片头 或者光想起一个片头曲 我们都知道大概是谁拍的什么电影 但是在最近的电影 就是您拍的这几部电影中 好像慢慢的缺失了您当时的一些风格 比如说像之前的蜀山传 包括像《通天帝国》呀 《龙门飞甲》呀 我感觉更多的是在 渲人物的造型和特效 我想问一下 您是为了适应这个市场 而去强调造型和特效 而去不去注重故事的本身呢 造型一直都是 我认为故事里面相当重要 表达演员人物的一个特点 当时我拍第一部电影 叫《谍变》 有个朋友 行内的朋友来看班 在座里看了 我拍了一天 然后收工的时候 他问我了一句说 你为什么不用特技 要这么辛苦去拍真蝴蝶运过来 而且蝴蝶也很惨 拍得很惨 那是不是应该用特技来做呢 后来我也发现说 当时除了女汉霞导演 有一些现场景物的特技之外 其实基本上中国电影是 很少碰到这个范围 那我就问一些老前辈 跟一些行内的人 问为什么我们没想过 也许我们工业里面没有特技公司呢 他就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要碰的东西 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79年 那我当时就想说为什么 我们这人口这么多 我们也很多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工业就没有这一块 当加工公司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说我想拍一部有特技的电影 我希望有更多人去做 我不是因为好奇 我不是因为我想第一个做 我希望别人有人第一个做 我去跟他做 向大家报告的一件事情是 在九月底 学校有一部新的影片 我会推出来跟大家见面 《全国龙王》这个电影 本身就牵涉到海里面的龙王的事情 《敌人节》的世界里面出现这个奇案 跟海底龙王有关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 你自己很有想象力的 其实没有去想 我什么时候开始有想象力 我觉得任何一个画画的人 写音乐人 创作人 都应该有想象力 这是必然的基本条件 如果没有想象力 没有一种情绪跟热情的投入的话 那东西不会出来的 贴马行空的想象力 是徐克热衷技术的重要原因 他需要用技术手段 将想象中的世界再现于我们面前 没特技的时代 用真蝴蝶拍摄蝶变 《倩女幽魂》中 用五龙的棉布袍子 装成竖腰舌头 蜀山传中 外请星球大战制作团队 龙门飞甲中 第一次将3D技术引入五下 今天敌人截至神都龙王中 为还原海主龙王的神幻世界 更是首次尝试 沉下3D拍摄 但曾经的作品越经典 由今超越起来就越困难 越需要更大的创造力 和奇思妙想 面对如何超越过往 辉煌的犀利问题 鬼台导演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终极问题即将抛出 我们今天所有跟您的交流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需要请听题 你觉得你还能再拍出 新龙门客栈黄飞红 这样的经典吗 你问我 其实我没有想过 说要再做什么类似东西 新龙门客栈跟黄飞红 那个阶段其实挺乱的 因为当时新龙门客栈 拍摄的时候时间很短 有一个另一个龙门客栈 同时在拍 当时我就觉得 哎呀糟糕了 为什么我会闹双包呢 那在服装啊 在工具人员来讲 很多都是 不是很多 就不够人的 所以拍的时候 其实有点混乱 可是当时我拍出来 我们觉得还好 这个电影 电影要放的话 它的效果不错 王冯红当时是因为 连接受伤了 当时候就停了一阵子 家伙公司也给我压力 说你不能停 演员受伤 你要继续拍 依照我们的限期完成 这个是我们 现在要求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点上 当时也没有想过 经典不经典 就把我能够知道 怎么拍电影的一些经验 跟方法 去把这两部电影拍出来 这现在说 这两部经典 往后有没有这个机会 再拍出来 我一直都说 尽力而为 自己也不知道 我尽力而为 也许有一天 有一部电影 我想象不到 它又变成可能是 类似这两部电影一样 那我自己最大的收获 就是说 能够做得到 能够得到这种效果的话 那最好 得不到我 再继续做 做到没机会为止 如果你喜欢许岛 并且你对于他一贯的 立志于创新的这种精神 以及他天马行空的拍摄风格 一直都很中意的话 我们就一起在电影院 一起来欣赏许岛的影片 感谢许岛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出名女作家毕书敏 做客首席夜话 曾为医生 她对自己的医术信心十足 毫无疑问 我会赢过的 当过女心理师 她洞察人心 逆针见血 我最大的缺点 你怎么看 生活话题大讨论 她现场有何观点碰撞 我以为你都自己不良 你讲的我是观众问题 我根本就不在乎 别人怎么比较 你看你看 你又不见我了 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